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生活中的所见所闻 而他的视频被一名江独分子进行了加工改编利用 编证了一段文字后在推特和脸书上进行发布 照扬抹黑中国政府和解放军 这条内容被杜文哲发现后在脸书上进行推送 并进一步添油加醋 煽动反中情绪 大家都知道杜文哲不仅是个演员 还是个十足的港独分子 名声算是臭了大街 他多年来念念博望港英知名政府 喜欢把光复香港挂在嘴边 时常大放绝词宣扬港独思想 不断造谣抹黑泪地 说他是个小丑 都有点侮辱小丑这个名字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 看见他就感觉辣眼睛 甚至都已经懒得骂他了 大家认识他 是源于当年大火的电影《无间道》 他在电影中饰演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撒墙 虽然戏份不多 但本身这个角色的设定就比较招人喜欢 而且杜文哲当时确实把这个智商不高 但很讲义气的撒墙演得不错 让很多观众记住了他 不过现在一看杜文哲哪是演得好 他这纯粹属于本色出演 实际上现在杜文哲也挺可怜 哪怕像是疯狗一样乱叫几声 也没有什么人愿意多看他几眼 今天我们就聊聊他 反叛的种子与不正常的老子 杜文哲主级广东东莞 自由家境贫困 家中靠经营水果谈尾声 父亲嗜肚如性 父亲嗜肚如性 为了和滥赌父亲划清界限 改名换姓为杜文哲 有其父必有其子 他上学后便染上了毒瘾 直至欠下百万赌债 后跑到台湾赌债 时过境迁 杜文哲偶然被星探挖掘 而走上了演艺道路 后在刘德华的帮助下 星途可谓一帆风顺 代表作为无间道 投文子第一 受到观众的关注 然而后来华仔很快发现 这个傻墙有问题 就没再理过他 杜文哲的成长环境 造就了他个性叛逆 偏执的性格 事业起步阶段 杜文哲以臭嘴著名于影视圈 只要不如他意 就会胡说八道 对人恶语相向 这一点确实是他的个人特征 但后来他越来越疯 自己被封杀 电影没人看 依旧将原因归结到 内地同行的冲击和挤压 俗话说破罐子破摔 杜文哲的大嘴从未收敛 多次在公众面前指责香港艺人 权力低 情绪混乱 社会意识低 特别喜欢炮红演艺圈的爱国者是废人 成龙 成小春的爱国艺人 甚至被他嘲讽为猪狗不如 然而并没有人放在心上 更没有哪个艺人去回应他 毕竟狗咬了你一口 你不能像他一样反咬回去 在公众场合得罪无数同行后 杜文哲也遇到了世界上的花铁卢 没人找他拍戏了 怎么办呢 那就恶输到底博眼球吧 前一段时间 杜文哲不仅热衷于拍三集片 更不断地在网络社交平台上 发布低俗图片 还声称香港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低俗 香港文化就是低俗文化 看到没引起什么关注 他索性在脸书上分享与 AV女优的各种无底线的合影 还高呼低俗就是我的光荣 当然低俗到家的杜文哲 依然没有往抵制抹黑泪底 他最著名的一次 就是在他一档节目中指责 一名观众用普通话提问了 直接对观众称 这里是香港 你干嘛说普通话 此言一出 既遭到泪地网友一致抵制 杜文哲不放过任何一次 可以发挥的机会 从香港的非法战中 台湾的太阳花血运 到今年的修理风波 杜文哲都疯狂表演 大秀底线 把每一次运动和风波 都当成千载蓝逢 活眼球的好机会 2014年的香港战中事件中 杜文哲颠倒黑白 无视港独 制造白色恐怖 袭击警察 殴打 抢劫平民 对立法会打砸抢的事实 反而不断攻击特区政府和警察 还在网上支持港独学生 不要放弃自由和希望 跟在公开节目中辱骂内地人 称内地网友自以为是 没本事 野蛮 还嚣张地表示 有本事阻止我来大陆 他坚持说 为自己是英国人而感到骄傲 准备选择做最真实的自己 当时已经没人找读文哲拍电影了 但在港独分子出资支持下 他拍了一部电影 人间小团圆 在电影里 用隐晦的方式来表达主权意识 人间小团圆的英文翻译版为 阿伯丁 而阿伯丁伯爵 则是当年签订南京条约的 英国人的名字 对此网友说 阿伯丁的由来 是为纪念英国外交大臣 我才明白 香港回归这么多年 念念不忘被致命 2014年 台湾爆发太阳化运动 这就是一次台独运动 杜文哲赶紧继续趁热度 在脸书说 原来一些地方不受到大安大会 人民生活也可以很美好 刚刚好 有时候穷可怕 但收错钱更可怕 他的这番话 抑制台湾不需要内地的恩惠 明确支持反服贸运动 当时这些言论 一经发出 就遭到了内地网民的极力反对 招致更多的网民反感他 有网友说 杜文哲多大的人了 难道他不懂反服贸的意义是什么吗 其实就是反对台湾回归大陆 这是很重要的政治立场 换言之 他是支持台独 面对网友们的指责 杜文哲在社交平台上回应称 愤青们不用再说什么 有本事 别来大陆圈钱 我告诉你 有本事阻止我来大陆 他还在脸书上留言 有时候对于某些内地网民 自以为是的言论 大家不用太在意 其实他们并没有多大的本事 只不过刚好够钱去了个网吧而已 自打这开始 杜文哲凭借自己的实力 掀起了内地网友对他的抵制高潮 11月5日 陈百祥和杜文哲 共同出席香港电视台节目 观点31 就香港社会的情况进行辩论 期间杜文哲几度情绪激动 拍桌叫嚣 甚至发起人身攻击 但陈百祥淡定自若 以理成警 还多次提醒杜文哲 不是声音大就代表正确 陈百祥把杜文哲轻松KO 并怼得杜无话可说 最后陈百祥则总结到 他不想看到香港乱 暴力应该停止 希望大家可以像他和杜文哲一样 不管如何争论 都不会动手动脚 这就是基本的民主精神 杜文哲的脸色 难看得像世子 遭到内地和香港集体封杀后 杜文哲连三级片都没得拍了 也没有人再给他投钱拍电影 他开始另辟蹊径径 在脸书上创办了名为 杜文哲理骚的栏目 用来专门恶搞和讽刺时政 制造反动言论 修理风波期间 杜文哲力挺港督分子 通过该平台每天鼓噪 支持反修理 反政府反警队 将舆论矛头引向警方 对群众实施武力迫害 并知识不提暴徒 对于民众和警方所做的违法行为 特别是8月5日 反动派号召民众罢工 杜文哲反应申诉 马上将消息传到杜文哲理骚栏目中 并声称准时上班的人 一律被视作 没有对社会净则 将会被处分 杜文哲还在选区中 发文呼吁 投票成本极低 甚至低过年龙墙 他说只要登记了做选民 投票最大成本 不过就是去趟票站而已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24日上午 他与妻子田瑞尼 到所属的康乐园俱乐部 票站排队投票黄耀明 美国出台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后 杜文哲兴奋的手足舞蹈 还在其脸书专栏上 发布了主题为 制裁小粉红的海报 对爱国爱港人士进行否刺 前几日爱国爱港的 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尧 获得中国政法大学 颁发的名誉博士学位 消息一出 立即刺激的杜文哲犯了病 又发布恶搞何俊尧的海报 并把何俊尧称为何妖 何谢博士 网友直接留言给他 有病要按时吃药 虽然杜文哲总在上传下调 发布各种反中乱港言论 各种怼天怼地怼空气 但讽刺的是 他越是极尽垮重其从 反而愿意理他的人越少 甚至骂他的人都越来越少 以前大家把他当笑话 现在是完全把他当空气 网上曾流传这一句话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就算死了 还能让人骂活了 我一直觉得 这句话是特意给杜文哲写的 实际上一边在内地捞金 一边明理案里 反内地的香港艺人 不止杜文哲一个 他们有的还隐藏在黑暗里 有的已经被网友扒出来 像杜文哲一样成了笑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 每个人在社会上也各有分工 做人做事的标准 当然也不尽相同 但尊重自己的祖国 是做人最基本的标准和底线 现在娱乐圈流行人设 可不管你是何种人设 爱国是艺人最基本 也是必须有的人设 艺术无国界 但艺术有国籍 杜文哲们一路走好不送